修定用什么 用无量修经修定 就是读经 读经不相意思 有时候自然会想起来 自然想起来 好不要理他 还是牢牢实实念下去 那个念头马上就消失掉了 为什么 读经是修定 真正有误处的时候 那是开智慧的 智慧有小五 有大五 小五常常有 一个星期有一两次 很好 天天有 那就最好了 那距离大五就不远了 那一个星期有一两次就很难得了 你不断在向上升 不断在进步 这是好事情啊 我们再看 忘心是自己答的 答得好 答得好 十九之五为凌然 在本句里 十九九尽 啊 这一句 就是 本句 十九就是本句 啊 啊 我们中国人讲的 本善 大学里面讲的 至善 民德 清明 至于至善 至善 是本句 啊 十句或本句 十句就是本句 啊 本句迷了 啊 现在回头又去悟了 还是本句 无非本句 后面这句话 说的好啊 啊 十本 十一 不要在真去分别 不要止住 啊 就好 下面 他 他举 大论 一句话了 来给我们 做证明 若得十九 还同本句 啊 十九那个句 就是本句 本句没有生命 本句 就是大臣经上讲的自信 我们中国老祖宗讲的本信 是一种自信 啊 这学里面所讲的万有的本题 也是讲的它 谈能正月 谈到能正时候说 虽死 又是 至所证实呢 十本 报耳 本有 唱出啊 十九 十 在十这个字里头 它还是不久了 到所证的时候 真正学悟了 啊 真正学悟才知道 十九 跟本句是一不少 本有 唱出啊 啊 十九 就是本句 本句 就是能句 啊 啊 啊 往昔 幕后这几句话了 要作严 谈 谈就是说 啊 至就是道 啊 在有说有正 至日 虽死 有时 好像是 有时 该开始了 啊 当到家时 到家就是你 正代的时候了 隐于道端 一切不二 本有常驻啊 以上皆隐身 往昔之处 念老这几句话 说得好 把它说败了 那 我们现在怎么演 我们在修许 特别是念经 念上几百遍 念上几千遍 觉悟了 这觉悟的时候 好像是有时 有本 真正觉的时候了 时本是一样 不少 啊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念头没有了 这根不决定念头 却没有了 啊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不起心 不懂念 这是自信 本定 自信 起作用 智慧 不觉 迷 是妄心 就是念头 念头 起作用 生烦恼 啊 确信 起作用 生智慧 不生烦恼 这是他的差别 啊 啊 你 头 佛 啊 你 头 佛 啊 你 头 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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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